台中南屯的婚姻中心虐童案 因為監視器畫面陸續曝光 又傳出是有三名學童受虐 而受害家長就表示 官方的處理態度是讓他無法接受的 社會局也回應了 會強化稽查通報事件的影像紀錄 並提高房市輔導頻率 以及財罰金額 小孩躺在地上哭鬧 老師過來強塞奶嘴 下一個動作直接把毯子蓋在孩子頭上 被悶住口鼻的小朋友不斷掙扎 延燒多日的台中南屯華新 托印中心虐童案 再被爆出新的監視器畫面 受害幼童家長王媽媽表示 托印中心案情 猶如擠牙膏式逐漸曝光 官方的處理態度讓他無法接受 來做一個說明 華新托印中心虐童案十八號家長出面控訴 台中市長盧秀燕當天開記者會鞠躬致歉 表明會提出調查報告 社會局二十二號坦承 經過全面檢視監視器畫面 發現除了已受理的兩名學童遭虐 又查出另有三名幼兒遺遭不當對待 令新增兩名托育人員涉及行為不當 總共有三人虐童 目前已成立專案小組調查 但另一名家長H先生則指出 從他們掌握的監視器畫面來看 班上十名學童 至少有八位都有受虐的情況 質疑社會局斥案 到現在還有部分家長 沒有收到官方的說明 我今天早上都還有問到其他家長 他說沒有啊 包含我個人 社會局也沒有打給我 你能解決 你有誠意的話 你就直接了當地 該處理 大刀闊斧的處理 目前已有多名家長 前往警局報案 社會局強調 未來會加強稽查通報事件影像紀錄 提高仿視輔導頻率與財閥金額 並且違請資訊專業人員介入 以立即時保全證據 記者 民風 彭安群 台中報導